学校上个礼拜停课 所以多一个时间,让各位回去再多多练习 所以这个是... 感觉好像很久了,因为很久没上课 不过,主要当然中间缓冲起 回去的话,尽量就是说再把这些题目再多练习一下 像上次上课的话,就是黑名单的 有关筛选的部分,把它变成VBA 实际上,如果变VBA的话,几个方法 要不就是录制聚集 你会发现录制聚集的话,当然也是一样 一步一步的把它完成,再把它录制下来 可是实际上你会发现,它做的动作 实际上就是把滑鼠键盘的动作录制下来 但实际上有些时候不需要这样 因为我在程式里面,前面讲过 其实筛选的话,只要去呼叫什么 Range里面有一个方法 叫做Auto Filter Auto Filter后面的话,只要带两个参数就可以了 就跟他讲说哪一个栏 比如说我要查到那第三栏,你就第三栏 第一,反正哪一栏你跟他讲 逗点的话呢,就是什么样的条件 他就帮你怎么样 把你要筛选的东西找到 另外如果是跨工作表的话 需要在Range前面,多加一个Shits 刮呼哪一个工作表名称 点那个Range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就等于是跨工作表的筛选 最后的话你要把它复制过来非常简单 也是用Range Range里面有个方法,叫点Copy Copy的话跟他讲说我要复制到哪一个地方 哪一个地方你只要跟他讲说 哪一个地方的左上角位置就可以了 他就帮你把资料带过去 这个其实可以做出很多效果出来 比如说你将来要想要大量的工作表合并的话 那其实也是类似用同样的方法 只要把范围选取 然后点Copy Copy之后的话Copy到你指定的位置 一直把它放放放 他就会自动什么 也帮你把资料全部都汇整在同一个工作表 那如果你要分割的话也是雷同 所以那个里面点Copy这个方法 非常的重要 而且非常的好用 如果懂得会用的话 其实真的不需要像Ctrl-C,Ctrl-V 很多人每天都重复这样做的话 实际上你中间只要用点Copy的方法 他就可以自动帮你把资料带到你想带的位置 主要是你可以把你要放的位置不断在变动 他就自动帮你把资料放在你指定的位置上面 OK 这个部分的话也许回去可以再多多练习 OK 很好用 只是说相对有一点难度 可是如果你懂得会操作的话 实际上对于工作效率提升 有非常明显的帮助 其实说真的不用太复杂的东西 如果你用录制聚集的话 你会发现可能他也帮你做出来 我们用BBA程式只有一行 但是如果用录制聚集的话 他恐怕还要什么 Ctrl-C 有没有 他一行 然后你再切过去 点Slate还有一行 然后一到那个位置 贴上他又一行 他就产生很多行的程式 大家自己写 比起来的话相对会简洁很多 只是说相对难度会比较高一些些 那上次上课除了VBA 有黑名单的VBA之外 所以这些东西在云端白板上面都有答案 所以如果你忘了差不多没关系 就把之前的那个什么 我们的云端白板 所以今天最次上课 我是建议如果你将来还需要用到这些资料的话 你回去之后 可以再把它下载下来 自己再备份起来 因为这资料短时间内还是会在 但是往后我不知道 因为我可能会做一些变动 或者是说一些整理 那可能就不会像 也许啦 不会像放云端上 目前的这个样子 如果你想要以后还会用到这些资料的话 建议是把它自行下载 那我没有锁那个权限 你可以再备份到你自己的云端上面去 确保说你将来还要用的话 可以用到 像那个上个礼拜 上次上课的那个数学函数 里面的话 那就可以从这里面找到黑名单筛选 这边都有 那你可以看到这边有黑名单筛选 那其实程式码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如果你要看到的话 基本上就往下找 这个是用录制聚集的 有没有 很标准的 就一步一步的啦 OK 那如果说你要把它精简为VBA的话 其实呢 写法就在这里 其实说真的 程式就是一个回圈 加上两行程式 那我刚刚讲的那个点Copy的方法 就是这样而已 第一个是哪一个工作表 第二个是哪个范围 第三个是点Copy Copy后面就告诉他说 我要Copy到哪里去 他就Copy过去了 OK 那其实这一招真的非常管用 程式不多 但是如果你会懂得巧妙应用的话 真的可以变化出 很多的 这个工作上很常 所以你会发现很多人 每天在做那个重复的 复制贴上 其实 就是跑个回圈 加上一个点Copy的方法 其实很多事情就搞定了 OK 只是说那个怎么做变化 那另外的话还有就是说呢 我们在上次上课 还要讲到有关那个热透彩的部分 我想也是一样 在云端上也有答案 我就不秀了 影片在这边 如果细节忘了差不多 那就回去再看看吧 因为这个其实我应该都讲的还蛮清楚 最后甚至还补充一个 大热透历史资料下载 就是因为没有那么多时间 所以我大概略讲 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 就是如果你今天想要抓那个 总共有60页 历史资料 那以前是什么 一页一页复制贴 复制贴 那你会花非常多时间 可是如果你今天用什么 用一个回圈 然后录制的时候先录制下载网页的那一段程式码 然后外面包个回圈 它就自动帮我把网页上的所有的资料全部下载下来 其实就是所谓的一个简易版的爬虫 那当然主要的用意就是说 如果以后你需要 因为很多人其实每天都需要 从某些网页抓取某些资料的时候 那当然如果那个资料量多的时候 你会发现 当然就会很忙 忙花时间的 如果说你如果懂得用什么 用爬虫 解译的爬虫 帮你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那可以省掉很多力气 因为你直接爬下来 这到ysail里面多方便 但是我跟各位讲 其实爬虫难度其实还蛮高的 所以如果你想将来 如果你工作里面很多机会是需要用到网路资料的话 可能最好可以把这个爬虫稍微了解一下 这是非常好用 也就是网页上 只要它能够放上网页的东西 通通都可以把它抓下来 那抓下来之后要做什么 其实可以做很多的用途 每个行业用的资料都不一样 但是如果你有这种网页爬取资料的需求的话 不妨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目前当然 除了ysail VBA可以办到之外 下一个很夯的就是用python来做 然后目前的话我是两方面混搭 反正爬完之后丢个ysail 去做后续的 也就是两者之间 结长补短 因为python有些地方真的还蛮方便的 因为它爬虫真的我是觉得有些地方真的还是比用ysail VBA来爬会更简便 只是说变成说你为了要做这个功能可能势必 如果你有大量这种爬取网页的这种需求 建议还是可以了解一下有关python这相关的知识 毕竟你这个如果用人工来做真的很浪费时间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那个第五个单元 所以待会的话 请各位再帮我开启那个第五个单元 减四语参照 然后呢开启这个05的减四语参照的函数练习 第二个档案 打开来之后的话呢 各位可以看到这边有个lookout的一个工作表 那我的需求是这样 理论上呢当然呢 这个资料应该是左边跟右边是分在不同工作表 左边的话呢 它实际上就有点像一个资料表 也就是说呢 有点像资料库里面的一个表格 这个表格里面的话总共就会有几个栏位 总共有五个栏位 那五个栏位里面的话 有一个所谓的编号 一般叫key 然后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 右边的部分是查询界面 也就是说 这个是我要查的资料 这个是我要查询的界面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 当我输入某个编号的时候 自动帮我把它的相关其他资料呢 本来是横向的 有没有 帮我把它变成纵向的 一个 一个的帮我搬到这边来 有没有 它的关系大概是这样子 那当然呢 如果你要做到这一件事情的话 其实呢 当然第一个 你就要想到什么 想到在这边用插入函数 找到那个类别部分 就是所谓的检释 检释类的函数 那所谓的检释 我是觉得它翻译 其实不是那么精准 一般我们习惯 检释应该 我觉得用查 叫查询函数 可能会 大家会比较能够明白 有时候叫检释 检释感觉好像就是 有点是我要看什么 没有办法表达 我要查资料的那个动作 其实啊 或者你可以把它翻译 要查询函数 我觉得会更加的明白 不然叫检释 感觉好像 它是不是 用什么 检释 是不是用lookup 把它翻过来 lookup 就检释 其实 lookup 其实意思应该 实际上的这个动作 也有点像查资料的味道 OK 所以大家知道 那所谓的参照 这个参照指的就是说 我要对照到这个什么呢 这个Excel里面的某个位置 大部分就是哪一栏 哪一列的位置 帮我把它查出来 OK 所以参照的函数 那当然第一个 我们可以 比如说当我要查 输入005之后 我希望把它的其他资料带过来 其实呢 当然这边可以做到的函数好几个 最常被用到的 大概什么 像lookup其实可以 index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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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fset其实也可以 那只是说哪一个会最简单 其实以这一题来看 其实用Virial函数 会当然是最简单的 那当然Excel里面 那个Virial函数 非常的重要 所以第一个 我们先用Virial函数 按确定 好 那Virial函数的话 它主要会跟你要四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就是说 特别说前面如果你看到lookup value的话 特别注意它这个意思说 你要找什么lookup 有没有 其实简式是不是就lookup value就是值 也就是你要查什么资料的意思 查 所以其实就查 其实就查 我觉得查去应该比较精确一点 查什么资料 那我要查这个 所以你跟他讲说 我要查的是005 那第二个问题 他会问你说 那你要查的那个资料的table table实际上就是一个资料表 其实就是一个表格 表格在哪 表格就在这里 有没有 意思就是说你要查的那个资料 一般习惯当然 你可以把栏位名称选 但不过其实因为我们要查栏位名称 所以理论上是选取的是栏位名称下方的 这个范围 OK 理论上 当然你选上面栏位名称其实也可以 只是说我觉得没有意义 主要是以下面这部分为主 这个就是他的table 当然将来这个范围 你也可以先定义一个名称 再带一个名称也OK 那第三个问题的话就是说 col其实就是colum colum就栏的意思 index number index number 就是哪一个号码 哪一栏 其实白话意思说 哪一栏的意思 哪一栏 意思是说 那什么叫哪一栏 意思 特别注意 他查询的话 一定会是查第一栏 所以以后如果你用微软书的话 他一定只能够把这个005 查一定是查 所以以后编号如果不在第一栏 那你就不能用微软书查 一定是在第一栏 那那个table的话 底下就是整个表格 colum的话 栏的话意思说 你要把哪一栏资料带回来 那因为我现在是要先把姓名这一栏 带过来 所以因为他的位置一 二 所以这边就输入二 OK 那range lookup range lookup range lookup 意思是说 那你要不要查 那个什么 查 那个相似的资料呢 还是要查完全一样的 range lookup 最后是要不要找接近的 如果要的话就输入1 不要的话就输入0 1的话是true 比起来的话 0当然比较短 你就输入0就好 OK好 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我们就找到刘宏君 有没有 那这个时候的话 最好是把它自动一下 那但是呢 还有个问题 如果我今天希望 刘宏君找到之后 那旁边这些资料 包含总销量 总销量这个要搬过来 明示要搬过来 梁要搬过来 它横向变重向 可是问题来了 如果我今天呢 希望向下填满 它也可以自动把这三个都带过来的话 那要怎么做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最好是它做一个 底下就不要重 如果它每次都要重来的话 很麻烦 那可是问题 第一个 我要向下填满 所以第一个table array 一定要怎么样 一定要把它锁起来 所以按F4 因为向下填满 所以其实只要锁列就好了 锁那个什么 3跟10 前面加钱 那ColumnIndex 哪一栏 所以其实关键的地方 应该就是这个参数 这个参数目前是2 下一个是3 再来是4 再来是5 所以这边最 如果说我今天要向下填满的话 应该把2改成3 3再改成4 改成5就OK了 还有Lugave 这个也要前面加个钱 有没有办法 可是问题来了 我要怎么样刚好向下填满 这个数字自动加1 自动加1 如果当然你 假设你不知道有什么方法 你向下填满 我看向下填满全部流氓均 那变成你可能填满之后 自己在这边改 这边改成什么 改成3 enter 有问题 假如我不希望这样 我希望怎么样 我希望如果可以的话 我不要用手动填满 然后自动改 我希望直接向下拉 就自动改的话 要怎么做 其实再来的话 我们可能就需要把这个数字 把它变出来 放过来 然后当它向下填满 自动加1 如果你有这种需求的话 你可能要在旁边练习一下 学习另外一个函数 查入函数的话 也一样检式与参照 请你找到有一个函数叫列函数 列特别是哦 列就是Raw OK 不是Raw时 Raw 哪一个 哪一列 特别是哦 后面reference 它因为它里面不需要 你可以保持空的 那你按确定之后 你会发现 它就会告诉你什么 这边可以保持空的 它就会出现是4 为什么是4 因为你现在在第四列 对不对 第四列 所以你往下填满的话 你会发现 发现什么 4 5 6 7 那如果说 我刚刚需要的是什么 这边是2嘛 那我如果今天希望呢 用同样的道理 下一个变3 下一个变4变5 那我可以把这个Raw 怎么样 变2的话 应该后面减多少 减2不就好了 减2的话你按打勾 打勾之后呢 我们向下填满 2345 所以如果你刚刚的这个资料 这个都锁了 锁了 这个的话 其实你就可以把这个公式带到这边来 有没有 那将来哦 所以这边出什么Raw 小刮糊 指的就是参照到现在的列 第四列 减掉2就可以了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它就得到2这个数字 填过来 刚刚好 就是我们要的硫红菌 那如果你向下填满的话 你会发现哦 它就怎么样 自动在参照什么 这个带过来 没错 这个再带过来 也没错 有没有 就全部带过来了 那主要的道理哦 就是什么 就是把这个向下填满 主要是利用那个 刚刚讲的这个 里面就是再加上Raw-2 OK 那所以Raw-2的话呢 当然相对 底下 这个就是参照到第三 第四、第五 那向下填满 就自动完成了 OK 应该可以懂这个意思 所以以后这个Raw主要的目的是说 我要辨出2345这些数字 填到这边来 OK 那请各位试一下 用微软数 快速把其他的资料呢 把它带过来 画面还给各位试一下 好